哈喽大家好,我是楚儿,这奖全网最真实的恋爱大货,让我们少走感情弯路 最近啊,一个刚报名私教指导的学员,愤愤不平地感慨道 楚儿,现在女生子都这样,一片真心对她好,她爱达你,偏偏喜欢那种,有嘴滑石的渣男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爱情更多的是一种感受 所以,比起那种木讷,没起不去,一天能被她噎死三百回 还是那种说话风趣,照顾敏的感受,经常哄得你心花怒放的男生更有信力啊 最真正的,没有长短基础,谁也能看透一个人的本性呢 万一第二种男生也是真心对女生呢 所以,很多男生追求中失败了,也不要一直说女生太傻 多从自己身上去找找原因,学会用女生能接受的方式对她才能事半功倍 女生呢,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浪漫又情趣 那今天啊,主要就教男生怎么调戏女生,又不会尴尬 跟我学习来哟 第一,从背后抱住女生,下巴呢,抵在她的脖子上 然后,对着她的耳朵,说情话 如果你的声音低沉有磁性,向大提琴缓缓流淌,绝对能撩个女生来腿松腿软 或者呢,在她面前种作不经意的,慢条斯理的,穿衣衣衣裤 恰到好处的绣身材 什么八块腹肌鱼线啊,精致的这个锁骨啊,修长紧致的大腿啊 有骨结分明的手 看完这些呢 到时候你就明白女生很有哆瑟 第二点 洗澡之后 在浴室的镜子上面 你刻个爱心吊白 然后让她看到 帮她点完卖的时候 写一些暖心有趣的备注 让小猪猪肚在那里点了 不要蒜不要香菜 麻烦你请她送奶油 在节日的时候 送她一些趣味小礼物 比如 一个大礼盒 然后呢 里面去装一些这个碎包纸 里面再放一个中等大小的盒子 里面装一些小石子 然后呢 再放一个小小的盒子 装真正想要送的礼物 切记 礼物一定要精致哦 慢慢的去勾起她的兴趣 最后送她的礼物一定是 超越她的期待 第三 和她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一脸专注的盯着她看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靠近她 看着她 害羞紧张不知所措的样子 如释重负的说一句 然后我还以为你哭了 在她有一点小失落的时候 亲上去 要的就是这种心情大起大落的感觉 第四 给她改一些亲密的背筑 比如 长到二百斤也不舍得卖的小猪 让她起一些有趣的名字 用心其感受 比如啊 这个万变和其宗 巴勒总裁小小妻啊 什么西瓜装啊 口腔可羊啊 就是这种 第五 亲密的时候 用尽办法把她的兴趣全部调起来 但就是不满足她 然后呢 逼她答应了一些不过分的条件 听说很好用 最后呢 我是想说 不管哪一招啊 一定要分对象分实际 不数的时候 你就不要乱用了好吧 不然分分钟甩你大不乱 第四 我是秒同情 毕竟长出来才叫调戏 长丑的就叫骚扰 还有一点切记啊 看完呢 别忘了给我点赞 关注加分享哟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新女生 感觉到追你 或者有恋爱 注意上一厢亲网络方面的 亲战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